那OK我们来举一些简单的例子 那我到底在弹琴的时候 我在想些什么东西 我们就拿最常见最简单的A小调举例吧 这可能大家最熟悉的一个调识了 Aonian调识 自然小调 那OK首先我弹的时候我知道这是A调嘛 所以我缩的A的位置 我一级的位置 我确定好 我知道我缩A的位置 然后我在弹的时候 我要这个A 这个一级音 这个根音 我不去想其他任何的音高 我想是音程关系 比如说我可以从一级音弹到五级音 回到三 回到比如说七 降七就降七 回到一 回到四 回到二 回到九 再回到降七 回到降三 回到一 所以我在想旋律的时候 我想其实它每个音和根音的关系 它的音程关系 这样来制造旋律 回到这五的二 比如后面我要到一个比如说四 再回到比如说我到七 回到一 整个人说我们没有想任何的实际音名 没有想A B C D F C 我没有想任何音高 我想全部都是它的音程关系 那我可以把这套逻辑用到任何调上 比如刚才是A调 比如说变成C minor好吧 C小调 那就是我的C 还是一样的 刚才比如说我要降三 比如说到降七 比如说回到五 回到四 回到降七 二 再回到一 一般来讲 碰到调是比较固定 比如说正常的 常见的那些流行歌 编曲比较简单一些流行歌 包括摇滚 包括一些其他风格的歌 大部分调是比较固定 就没有什么太多变调的 或者变调不是很频繁的话 我一般都会忽略掉所有的音高 我没有想这边是C D 降E 什么F G 降A 降B 我没有想这些东西 我想的全部都是它的音程关系 每个音程关系 它的功能是什么 它的色态是什么 我们叫function intervals 然后来制造旋律 那另外一个好处是说 任何你学到的力 或者说任何一个你学到的一个 所谓的色彩的一个功能 你可以把它很快速的 运用到任何调里面去 比如说我在A代里面学到的 比如说我想把我的五声音阶 弹得更加有布鲁斯的味道 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加上 我们比如小调的那个降5 Fat5 加上这个布鲁斯音 然后再加上比如说 我小调的那个三级音 我们把它从小三推到大三 中间推一个四分之一 所谓的四分之推弦 或者是有人叫做Bruce Band 把小三推到大三 就磨了两可 所以我加上这个降 从这个四弹到降五 回到降四 然后我推这个三 小三推到大三 但是降到不到 回到一 这是个非常Bruce 的一个乐剧的功能 就是我刚想的是 它的这些音的功能 我没有想到实际什么音高 那我可以把这东西 用到任何地方 我只要知道 我的什么地方 是我的一级 Fat5 比如说八号的任何调 比如说刚才是A调 换到比较B调上 一样的 这是我的B 一级 这是一的话 降三在这 四 降五 回到比如说 再换到比如说 D调上面 D小调 到底是一样的 我没有想任何这个音 是什么音 我想就是这个音 和根音什么关系 来制造旋律 那刚才我说的 绝大部分时候 我想的是 音和音之间的关系 就是这个音和 当下我的这个根音 主音 旋律的主音 调式的主音 是什么关系 但是你不可能 永远这么去想 有的时候你需要去转变 那什么时候转变呢 那对于我来讲 第一个比较常见的常见 是比如说你弹一个 A调布鲁斯 它是从A7到D7 或者E7 对吧 就是145 但是它三个和弦 都是属七和弦 从一个音下来讲 它是三个调 是A调到D调到E调 再回到A调 当然 我们谈小调布鲁斯 你可以在这里边 全部谈A小调五声音阶 这是可以的 这是没有错的 因为正好A小调五声音阶 巧妙的B 开始三个和弦 所有的三基因 它不包含 A7的三基因 也不包含D7的三基因 也不包含E7的三基因 非常巧妙避开了 所以没问题 但是这样听起来 第一个比较Boring 比较无聊 第二个呢 如果你不听伴奏的话 你让 如果光你自己弹 你不听伴奏的话 听者很难听出 这种和弦的变化 和声的变化 所以Balai量 比较高级的谈法 是我们可以 根据和声的变化 来选择新的和声 新的调式里边 的那个色彩音 或者说我们叫做 Guy Tune 我们的导音 来通过强调 这个和弦的色彩 以及它的导音 来突出这个和弦的色彩 那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从 一开始A7对吧 我可以弹 A小到50音阶 没问题 没问题 A小到50音阶 但是到了D7的时候 我弹了什么 我弹了这个D7的 这个大三音 比如说 你听到奥迪的这个和声 变到了我们的D7里边 就很明显 这个时候我思考什么 我思考的是这个音 实际的音高 因为这个时候我变调了 所以我的根音 不再是A变成了D 那么这个音 它实际是F sharp 是我们的剩F 它是我们D的大三度 所以这个时候我知道 这个音是我的剩F 那么这个F 剩F是新的 我的这个更音的三斤 然后重新再切换到 我的这个D调思维里边去 包括在E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我E的时候 思考它的新的音声关系 G sharp 这是我们这个E的大三 对吧 导音 来强调这个E和弦的色彩 再回到D7 然后最后回到A 随时在调性转换的时候 借助新的调性里面的 这些音符 我通过这个实际的音高 从一个手调思维 转化到下手调思维的时候 中间的那个 我的那个target note 我是用固定调去思考的 我要知道 我的目标音符 这个时候具体是什么音 它在这个新的调里面 有什么关系 来通过这个音 来切换到我新的和弦里面去 比如说这是A调的布鲁斯 应该是A minor F sharp到D E 当然在布鲁斯里面 其实刚才我谈这种比较简单的布鲁斯 你也可以把它完全当作是这个 跟原来的音阶有关系的调式去走 比如说在D7里面 可以把它当作是谈的是A的 Doran 然后在我的E7里面 可以谈的是A的 和弦小调音阶 都可以 这也是可以 但是这是另外一种色调模式 我们不展开多说 这是一个实际在演奏中 我去会实际思考这个音 到底是什么音的一种情况 那么刚才说这种情况呢 布鲁斯里面 你还可以说我完全按照手调里 也可以谈是没问题的 那碰到这种情况的话 你就必须需要按照 这个固定调 或者说你必须要去思考实际的音 就是说它的这个key change 它的这个调式的中心的变化 非常非常频繁 我举一个稍微比较简单 比较好理解的例子 就是说你很多时候 你比如说弹一些绝世的歌 里面会有很多次级的251 就它那个251是一个套一个 一个套一个 每个251的那个一级和弦都不在 都不是同一个和弦 它在调一直到不停的变化 那比如说举个最难的例子吧 比如说C的251是Dm 到Gm 到C 对吧 我在Dm上面再建立一个251 就是 E的半演七 到A七 到D 那就是Dm调的 D小调的251 然后再从D小调开始 到C代的251 它中有一个调的变化 这次和弦不在一个调 完全不在一个调里边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需要去思考 我如何去变调 那在D小调里边 我可以弹D的小调音阶 对吧 D的Aonia 我可以弹它的和弦小调 它因为这里边有一个这个 次级的鼠器 稍微有点超纲啊 在这个 在这个A七里边 因为它有这个音 所以我可以弹 把这个C sharp 我把它弹成 我的D的和弦小调 对吧 然后呢 最后我再弹到 我的C的这个 Ionia 或者说你把它 也有一个C代的 可以就是说D小调 转到C大调 一开始D小调 C大调 完全不一样调 所以在这个调 之间的切换的时候 我一定要想清楚 我应该停在哪个音上 可以让我更好地 过渡到我的这个 C弹音阶里边 比如说我可以用这个 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可以用这个A 因为这个A是这两个 调式共用的一个音嘛 所以我可以利用这个A 作为一个kickpoint 我通过它连接 两个不同的调式 那比如说我做一个伴奏吧 这样弹下比较方便一点 所以一开始是D minor 可以到C major 所以我可以利用这个A 作为我的kickpoint 回到D minor 利用A再回到C major 然后再来比如说就是 我可以动D的吧 因为你不光可以选择A 也可以选择其他任何音符 只要这个音符 是在这两个调内共用的 它的关系 可以让你去联系两个调 但是这个时候 你不管怎么样 你要想清楚这个音符 到底是什么音 如果这是个D 还是个A 还是个C whatever 然后它跟新的调是什么关系 你要想清楚 我觉得这个是挺关键的一个点 那OK 我在检视频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一点 我想补充一下 另外一个我觉得是思考 实际音名的一个 非常有用的一个场景 所以说如果你碰到一些和弦 这个和弦不符合常理 你用正常的功能和声 无法去分析的情况下面 你可以尝试去思考一下 这个和弦里面 到底具体有什么音 然后用这些音音和前后和弦的音的 这个相对的关系 来尝试分析这个和弦的实际的作用 比如我举几个例子吧 比较常见的像是 如果我在说C的调里面 我弹一个二级和弦 就是Dm7 回到这个Cma7 2回到1对吧 21 没有问题 但是我在中间加上一个 如果加一个深C 鼠7降9 或者深C鼠7 所以二级的Dm7 降二级的鼠7 一级大7 那首先这个二级和一级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会看到这个降二级 这个深C和弦是怎么回事 你用传统的这个和声功能 这个降二级 到底说不可能存在在这个调内的 对吧 怎么去理解这个和弦呢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和弦里面 有什么音 首先它有一个C sharp 或者说把弦里面为D flat也可以 然后是一个F B D 我们来想一想 我们有F 和B 然后后面是 C和弦 那你要很敏感 这个是什么 这是鼠7 它的C大调的五级鼠7 就是G7回到C的那个鼠7的导音 但其实这个时候的这个和弦的功能 是G7和弦的功能 包括它也带了这个什么 这个D 这个音本身也存在于这个G7和弦里面 那多出来这个音 这个C sharp怎么去理解 你可以两种方法去理解 第一个 它是从D 到这个C 注入那个半音阶 一个半音阶的过渡 或者说你把理解为是这个G属7和弦的 什么 这个声4 或者说是声11 这个音 所以说它其实什么 它其实是一个 这个声C的属7 这样9 是我们的这个G属7 声11的一个简化版本 所以它的功能 和G属7 是一致的 这个东西在爵士里面叫做三拳音替代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三拳音替代也没关系 你碰到一个这样不符合常理的和弦 你通过去分析它的实际的内部的构成音 你可以大致猜出来这个和弦的功能是什么 那么再举个类似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在B小道里边 我们弹四个这样的和弦 第一个是Bm7 然后我们弹G sharp的半减7 就是G sharp的小7降5 后面是G大7 然后再回到这个声F的鼠7声9 首先这四个和弦里边 如果是B调的话 那就有三和弦很好理解 这个Bm7是一级不用多说 然后这个G的大7 是6级的 是降6级的大三和弦 是调内和弦 也没问题 然后这个声F的鼠7 它本身是这个五级 所以是五级鼠7 也没什么问题 那问题是这个声G的半减7 是哪里来的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它怎么回事 首先它有哪些音构成的 它是有个G sharp 然后有一个D 声F和B构成的 这四个音里边 这个D F sharp和B 在这个后面的这个G大7里边 也是出现的 所以它这个声G的半减7 和这个G大7 其实就差了一个 这个半音的这个 声G到BG 的这个过渡 那我们再来看前面这个 B-7和弦 它也包含这个A这个音 那OK 那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G sharp这个和弦 前面一个和弦里包含了A 后面一个和弦包含了G 那这个时候 这个G sharp就是一个过渡音 所以这四个和弦 本来是这样的 我为了让这个B minor7 过渡到G major7 更加的有趣一点 我在中间插了一个和弦 是一个半音阶 所以这个时候 就制造了一个半音阶过渡 所以这样就可以去理解这个和弦 那边存在E了 如果你单独去把它拿出来分析的话 这个是一个大六级的半减7和弦 在这个小道里面是完全不合理的存在 但是如果你这么去分析的话 其实很多看起来 完全跟这个调没关系的和弦 它的存在E就会很明显 所以这也是去思考实际音符的一个 非常有用的一个作用 所以这个时候也是我会去思考 实际音高的一种情况 所以就是为什么很多谈爵士的人 会偏向固定调 因为爵士里面不停地在变调 所以你每个和弦之间的 新的和弦的关系是什么 新的和弦里面有什么样的音 你要想清楚 你这样才能不至于说迷路 或者不至于说不知道自己躺到哪里去了 所以如果这个和弦走向 或者调变得过于频繁 你来不及转换到新的手调斯文 你又变了 所以这种时候你还不如直接全部都想 它单独的音符什么音高 这样的情况会比较的实用一点 当然对于我个人来讲 我平时不太常演奏这样风格的音乐 我只能说对我来讲没有必要 但是如果我想的话 我可以 可能没有那么的反应那么快 没有那么熟悉 但是我可以逼着自己去做到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我会用到固定调思维 就是说所谓的这个 想这个实际音高 就是说因为 我有那么一点点不太准的绝对音感 所以我自己在八歌的时候 我个人的方法是 我会先听 比如说在一个Riff 或者在一个主歌旋律的时候 副歌旋律的时候 我会先去听这个音符 具体是什么音高 然后通过几个比较重点的 这个强调的音符 来大致的推断出它的调式 和它的这个音阵的关系 然后再重新切换到手调 忘记到这些音高 去想它们去通过这些音声关系 去演奏 开始我的记性也好 或者我的编排也好 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吧 我随便在Spotify上面 送一个打开一个摇滚的 一个播放列表 然后随便点一首歌 然后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 平时我听到一个新的 完全陌生的音乐 我是如何跟它一起去弹 一起去玩的 好吧 OK那有这首吧 叫做Even Flow 这个乐队名叫Pill Jam 听听看 OK 应该是D吧 我没猜错的话 对不对 OK所以这个歌是DropD的 OK 所以 我听到D和C和这个 这很明显是个 这个小调的一个blue singer 后面有个 有个小的一个 是DropD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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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